好 接下来是我们全球大现场的时间了 在今天国际间有哪些重大讯息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洛颖 好 首先我要先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根据法新社引述了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说 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计划要在今年底之前举办线上的双边会议 那么这个中美双方的原则上是同意进行这个会议的 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呢 美国仍然是相信这个中美的领导人阶层往来呢 是双方努力负责处理和这个大陆竞争的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时机啦 还有细节啦 目前仍然在研究当中 好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么今天的全球现场呢 就要来看到习近平 昨天呢 大陆的这个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登场 举行了开幕式 那么习近平呢 也透过视讯发表了演说 他强调呢 大陆将会进一步缩减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 有序扩大电信啦 医疗还有这个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同时呢 也将这个修订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的制造业 还有新的技术 环保等等的领域 习近平也表示说呢 现在这个经济是遭遇到了逆流 不过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呢 要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 支持世界各国扩大开放 反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要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另外他也强调说呢 要积极推进加入CPTPP 一起来听他昨天的谈话 中国将修订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 节能环保等领域 投向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中国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 自由贸易港做好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 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中国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 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 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好 最近常听到这个CPTPP 它的全名就是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一开始是由美国所倡议 也被视为是用来抗衡大陆主导的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不过美国在前总统川普上任之后 2017年随即就宣布退出了 所以目前的成员国是包括了 有日本 澳洲 加拿大 新加坡等等11国 那么由这个智利还有纽西兰 新加坡共同发起的 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则是另外一种新型的贸易协议 是在这个2020年 也就是去年的6月12号来签署的 南韩也在同一年申请加入了 而对于这个CPTPP 习近平是在2020年的 11月20号首都表态考虑要积极的加入 那么大陆的商务部呢 则是在今年的9月16号的时候宣布 要向这个保存方纽西兰提出申请 那么今年的9月22呢 台湾方面也正式提出申请了 至于这个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呢 大陆则是在11月1号提出申请 好 台湾的外交官员呢 稍早也曾经表达参加的意愿 那么在这个台海情势紧绷之下呢 两岸申请相同的区域组织 因此话题也备受瞩目 另外镜头要转向美国了 这个美国的地方选举刚刚落幕 民主党虽然呢 守住了纽泽西州 还有纽约市等等的重镇 但是呢 得票率普遍下滑 而且呢 在这个维吉尼亚州 甚至失守了 由共和党提名的这个候选人杨金呢 跌破各界眼镜 他当选了维吉尼亚州的州长 也中断了这个维州 多年由民主党主政的一个态势 而且呢 这个共和党还在州众议会 拿下了55席占了多数 所以呢 也被形容是大获全胜 有利于明年的国会其中选举 在这个激战选区有望突围 那么在那个纽泽西州呢 还有民主党级现任的州长莫菲 是以这个50%对49%的得票率 惊险地打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呢 成为了1977年以来呢 第一位可以在纽泽西州连任的州长 那么民主党推举的退休警官 叫做亚当斯 他则是当选了纽约市的市长 好 虽然呢 民主党守住了传统票舱纽约市 不过这个共和党呢 其实从长岛一路到伊利湖 沿岸都有得票 都有斩获 而且呢 拿下多个这个区议会的控制权 所以呢 也让共和党现在信心大增了 好 纽约时报就指出说 这个民主党的高层呢 是以惨败来形容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直言说呢 如果白宫和国会不加倍努力的话呢 将会眼睁睁看着美国选民 重新流向共和党 另外呢 民主党这一次选举的受挫程度 也凸显出了选民 对于这个新冠疫情久久不散 感到相当的疲乏了 而且呢 每天还要面临这个物价飞涨啦 商品短缺啦 对于这样的现象呢 感到相当愤怒 观察家就指出说 近期这个民主党为了经济改革法案 内斗不断 所以呢 也误判了选民的情绪 那民主党在地方选举的得票率下滑 也为他们明年呢 在国会的其中选举的选情 敲响警钟 许多人呢 归咎于这个民主党内的内斗 总统拜登呢 则让党内的同僚示警了 呼吁国会赶快通过 他的经济改革法案 不过党内的这个进步派是认为说呢 明年能够赢回选民的唯一方法 这份承诺呢 除了有这个丹麦 意大利 芬兰等国签署 也加入了欧洲投资银行 还有东非开发银行 等五个金融开发机构 联署方呢 在他们的宣言当中表示说 我们将会在2022年底之前 停止对国际间 未减排的化石燃料产业 提供新的直接公共支援 什么是未减排呢 指的就是没有配备技术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 这样一个这个石油啊 还有这个燃料的一些工业 根据科学家说呢 如果要让这个地球平均的气温 高于工业化前水准限制 在设施1.5度的话呢 务必要在期限内达到净零排放 否则全球暖化的问题 恐怕会带来灾难性 而且不可逆的冲击 讲的这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呢 今天也传出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这一名 他是瑞典第四电视台的记者托马斯 前几天呢 他在他这个下榻饭店外头 进行直播连线的时候 工作到一半因为他很认真 相当的专注 没想到呢 被误认是瑞典政府的间谍 所以呢 遭到不明然是攻击 而且呢 是一拳打到他脑震荡 手机也被抢走了 托马斯呢 他事后回忆整起事件的经过 他说 当时呢 其实他刚刚完成连线报道 结果突然 有一名这个陌生的男子 从他的背后攻击 一开始这个男子 是用瑞典话大喊 这个瑞典的电视台关开 然后呢 立刻就变得相当的危急 所以呢 这名记者 他就把麦克风一扔 试图离开现场 不过手机呢 被抢走了 他的后脑勺 也被狠狠地挥了一拳 受伤之后呢 他是立刻报警 那么警方也立刻锁定了一名嫌犯 找到了这名男子 那么这名男子声称呢 以为这个记者是瑞典政府的间谍 而且呢 正在向瑞典政府报告自己的行踪 那么这名记者托马斯 事后受访的时候是表示呢 其实他除了脑震荡之外 身体并无大碍 不过他也直言呢 自己呢 当记者这么多年 也从未遭遇过这种事情 这一次经验呢 让他大开眼界 也希望呢 其他记者不要跟他一样 遇到这样的事情 再把镜头转到英国 英国呢 现在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 核准 莫沙东 也就是新关口服药的国家了 英国的药物主管机关呢 在快速的审核之后表示 这一款药物呢 既安全又有效 根据这个彭博资讯的报道 英国的药品管理局说 已经核准了这个莫沙东 这样子的一款新关口服药 可以用于治疗轻到中度症状的 新关肺炎病患 如果患者呢 具备有一种会变成重症的危险因子的话呢 也可以使用这一款药物 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呢 莫沙东股价4号美股早盘上涨了将近1.4% 其实去年呢 英国也是全球第一个核准BNT疫苗的西方国家 这一次呢 又率先核准了莫沙东口服药 喜欢中天优质国际新闻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我们全球大视野频道开会员了 要邀请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一起来支持林扎元主持的国际直球对决 还有全球大视野节目 许府的前进战略高地 以及汉堡主播郑英珍的正妹看世界 国际新闻评论最佳品牌就在中天 请大家立刻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成为我们的Family 区域传来自称新闻以转容 全球大视野党是新闻的